安波足球快信 2020年12月30日 利物浦摧毁纽卡素无难度 英超周中快车不断 星期四凌晨,纽卡素将在主场和利物浦较量 主队近期陷入低谷之中 球队过去四场各项赛事只有一和三负的战绩 进攻表现下滑的同时防守也无法抵挡对手 这样的表现这场面对攻击力强劲的利物浦 纽卡素只怕凶多吉小 另外,大家可以登入M直播收看这场比赛直播和赛事的前瞻 纽卡素上轮的对手是曼城 在比赛中,曼城可以说是全面压制着纽卡素来踢 在控球率上面,曼城高达72% 在中场控制中有着压倒性的优势 所以纽卡素将个球带过半场都难 而在进攻次数,射门威胁等方面 都是一边倒的数据,这样的表现输球并不意外 在过去的四场各项赛事当中 纽卡素的表现都难以令人满意 面对列斯联的比赛输五球 之后的三场比赛只有面对富闲时 由头号射手哥林威尔信攻入一球 整体来看最近纽卡素的表现 防守表现平平,进攻也很难有说服力 并没有以攻代手的能力比球队有拿分的底气 更加不可忽视的是 纽卡素目前阵容不整齐 包括门将道贝利基和中场舒尔维等 多人都因伤或其他原因不可以踢 还有纽卡素面对利物浦已经连输五场 并且五场比赛在半场就已经城门失守 纽卡素金仗在主场上留住分数难度相当大 双兵满营这个词是利物浦本赛贵辉之不去的梦魇 上轮和西布朗的交手 主力中坚马迪浦又再次因伤退下火线 那场比赛他为沙迪奥文尼的入球送出了攻 在后防线上表现亦可圈可点 现在红军后防线再添相远 克洛普不可以再次比年轻的拉斯威廉士顶上 利物浦今个赛贵遭遇到罕见双病潮 有十多名球员曾出现在双兵名单当中 其中更是大部分集中在后卫线上 利物浦能够依旧处于增贯的行列已经不是这么容易 既然防守上人员短缺 利物浦本赛贵场分本钱扣的是更强的进攻 赛贵至今15场联赛 利物浦一共攻入37球 当之无愧的英超之罪 尤其是最近费明奴开始找到门前的入球触角 令前场的三叉击更显威力 经过上轮没打不赢西布朗的教训 会在进攻端调整同有更加多变 值得留意的是 利物浦显然十分喜爱面对纽卡素 不单单对面有前红军的球员可以寒圈一番 而且在过去五场面对纽卡素的较量中 利物浦军长攻入三球 其中沙迪奥文尼期间攻入过四球 他今仗表现值得期待 在阵容方面 还有后卫云迪克 祖高美斯和中场拿比基达等人恩商不可以出场 你听着的是安波足球快讯 留意军报道 记住订阅我们的频道 有没有看英超? 当然是看M直播 立即在手机下载 随时有波看 最便宜只是15元而已